勤洗手 戴口罩 远迪娃 嘿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可酒精 大家好 我是可可酒精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可酒精 可妹 那麼大家知道現在最流行的餐點是什麼嗎 抗議餐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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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薪 加薪 沒有加薪 沒有加薪 經濟不景氣 好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餐廳都有推出 個人的抗議餐點 所以我覺得蠻棒的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店 你以前一定要一堆人一起去吃 現在你可以單人 然後買回家就能吃到 沒有 包括著Buffet以及很多飯店 那飯店我們沒有開 我們今天開的是你知道的餐廳 但你可能不知道他也有出的抗議餐點 我們先看到吃什麼 一個豬肋排或一個這個 豬肋排飯380 我覺得比較貴 因為它這裡一大份差不多600 算是半分 你不是豬肋排 然後雞肉麵的話我就很好吃 看看外帶有沒有好吃 我覺得個人餐點蠻不錯的 你們知道這是誰信用卡嗎 比爾德 比爾德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次疫情 最近住門都不太見 不是 這次疫情真的很影響經濟 所以大家要多多幫我看廣告 謝謝你們 愛你們喔 然後天安好運現在也有便當餐盒 就是外面這樣子 太平凡了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Saven 的便當 真的很這樣 你自己才 你自己才那個感覺 它就除了外面加一個天好運 好像這個炒飯蘿蔔糕這一屆都100 然後這個旁邊的是150 那等於便當盒 你就會把所有東西都一人份混在一起 像有蛋排然後蘿蔔糕 還有配一個小小的糖粉 所以如果你想要豐富的話 的確可以便當180 混合性比較高 雖然它看起來不好吃 可是回去可以吃吃看 好不好吃呢 那我只剩下這些 真的喔 嗯 買二送一 然後我最想要的全部交常規美人 可是這個平常就有了 可以再點吧 現在最主要是買二送一 加一個交常規只要8塊錢 現在和蘿蔔糕也有那個便當 禮買八寶便當 以前沒有喔 它以前都沒有出這種外帶便當 對就是要內用的 然後現在只有200塊我們可以點點看 我很久沒出來了 我覺得很開心 雖然我平常都待在家裡 海派日式便當 全台海港開放預訂 請提前一小時 來預訂 嗯 好那麼我們現在來開的第一個 最貴的是 Friday 那我自己還蠻喜歡吃Friday 對 尤其Friday的調節我覺得好好喝 但是現在它可以出各輪餐帶回家 它的餐盒好美式喔 好符合它的餐廳中心 我點了一個他們最有名的豬肋排 以及我自己也很愛吃的番茄雞肉麵 紫蘇番茄炭烤雞肉麵 那我個人覺得豬肋排是內用 份量比較大 但是雞肉麵幾乎是一半啦 因為雞肉麵也要520 因為雞肉麵520 這個250 啊這個豬肋排 300塊耶 對啊是超過一半喔 它等於400塊一個便當耶 超貴的耶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而且我覺得豬肋排 就是要熱熱吃 那因為你帶回家 一定會沒有那麼的溫度 它旁邊的配菜就是 簡單的花椰菜 水煮南瓜跟水煮蛋 喔 白菜的豬肋排真的很好吃 它涼掉了 可是還是好好吃喔 那個肉烤得非常的完美 我覺得不輸內用耶 而且反而不那麼油膩 你不覺得嗎 它外帶的豬肋排 我覺得是很清爽 它的飯色有加一點小香料跟小番茄 然後吃起來我覺得是很OK的 而且配豬肋排我覺得 絕搭 雖然很貴也380 那我覺得它的豬肋排比內用還要更不膩 然後以及它的飯粒算是粒粒分明 可是不會很硬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們兩個一起給的分數為8分 好 下一個是它的雞肉麵 那雞肉麵我覺得 內用超好吃喔 就是它的醬色 整個融入到它的麵條裡面 你要先吃嗎 我先吃雞 你先吃麵 但是它的雞 這外帶看起來比較白 沒有那麼的炭烤的樣子 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欸 蠻多片的 其實是蠻多片的 就是我覺得它外帶的那個雞 它那個炭烤的香味不夠 然後它內用的雞炭烤的香味不夠 它的麵 也沒有紫蘇番茄的味道 比較重的是奶油的味道 我就覺得 有點有失它內用的水分 所以我們兩個給的分數為 6點5分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呢 答 錯了 答案是 鼎王麻辣鍋 鼎王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以前就算有外帶 也是那種大人數 四人六人 它外帶的要求很高 要點什麼三道菜 我記得 可是它現在有做一個熟食鍋 有點類似那種三媽臭臭鍋 已經幫你煮好的 不然平常你都是要自己在下料 這我覺得比較方便是 它送來你打開就可以吃 你就不用再沒另外一口 那這一個呢通常是279 如果你要變成五股鮮牛肉的話 就要變299加20塊 以及只有foodpanda才能點到 真正老饕吃頂王的方式 就是過去 然後不停的點它的那個 加點它的豆腐啊 那個血 因為它不用加血 那它裡面有兩塊豆腐跟兩塊鹹 然後肉片的話 算普通 可是我真的覺得如果你沒有搭飯的話 可能就會吃起來很乾 那我們現在來吃看 裡面有很多就是火鍋料 然後都單個單個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那個 下面煮之類的 喔它有給杏鮑菇 嗯 很辣很辣 它牛肉很好吃 蛋真的好辣喔 我的天啊 快升天了 粗粉條 我覺得剛剛好 這個辣度很棒 那這個頂王麻辣鍋 它裡面有 豆腐 鴨血 蘿蔔 高麗菜 玉米筍 杏鮑菇 玉米 大陸妹 黑木耳 寬粉 黃金魚蛋 魚腳 燕腳 欸 它有附著主食白飯 我剛剛這樣吃 我覺得它配料跟那個肉其實煮得蠻好 因為我最怕就是小火鍋那種肉煮到太熟 然後就吃不出那個嫩味 它的那個牛還是嫩的狀態 就是它下的還蠻精準 然後我覺得重點是 它的鍋底很好吃 那我給的分數為8分 小分 因為我之前跟我朋友外帶過 鍋底是真的很貴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 你點回來它可以馬上吃之外 啊你剩下的湯 你就留著拿來煮不煮麵 都可以變下一餐 接下來這個漂亮餐盒是什麼呢 飯 答對了 這個湯來蔬食 素的 其實我沒吃過湯來蔬食的內用 欸 感覺都很貴 它現在直接出一個便當盒 我覺得很棒的是 因為它以前的蔬食很精緻 所以你其實是要一堆人去點一份一份 平均分會比較便宜 你這樣一個200塊 它以前是和菜型的餐廳 所以你沒有兩三個人去吃 都是貴口這樣 喔這個湯長得有點像麻辣鍋 欸看起來很好喝欸 應該是番茄的 很像那個日本的高級便當 它是為了讓你比較保溫一點 這200塊的倉值 對比一下下面180天好運 沒有 真的好再跟你們先對比一下 可是好這是180天好運 有點把我用到翻車啦 可是我一定要說這200塊真的讓我驚艷到 這個便當欸 我覺得這個200塊買到轉到 尤其是因為它的飯裡面除了有芋頭 地瓜之外還有很多玉米 我覺得它直接 大概一天需要的無蔬果備起了 你看它的湯超多料 這根本就不是湯 這是什麼 什麼雜燴的菜之類的 就它湯超級多料的 你想我們到那個素食的那種自助餐店 欸這樣子不只200塊 這是芋頭 芋頭糕 這是有地瓜芋頭跟玉米水 還有豆豆 好那我覺得它這個素食有一個很感動的方式 它其實沒有很油 你要記得有一次我買素食的便當給你吃嗎 那一次的油就比較重 但它其實吃起來是偏很清爽的 然後味道是ok沒有很重 清淡但不會無味 以及它的素肉那個肉的口感我覺得做得不錯 尤其是它菜色的豐富 嗯 滷跟那個色彩 便當的菜如果那個菜式都不一樣 差別很大的話 都是需要很用心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有愛的便當 所以我們兩個給的分數是 8.5分 然後接下來是 汗來旁邊的 汗來海鮮 那當時很多人都聽過它 因為它是吃Buffet吃到飽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非常大的腹地 但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人潮真的很少啦 雖然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就是開始營業 可是已經快接近 我們以前快接近的時間 外面是要排隊耶 一樣是200塊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贏那個素食呢 200塊裡面有 1 2 3 4 有7個的壽司 然後還有一塊的烤鮭魚雞 一塊的小烤雞腿 蘿蔔蛋蛋豆腐 泡菜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然後它還有附魚湯 我覺得剛才蔬食讓我有一種愛的感覺 所以這個目前沒有驚豔到我 可是吃吃看就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有點扣分的是 因為醃蘿蔔 它其實是一個成本不高的小菜 但是它佔了好大一格喔 然後它另外一格很大 就是成本同樣很低的玉子燒 好那我全部試吃一回後 我覺得它的主食是布雷的 然後它的這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我有一點小失望啦 就是因為它就是那種Buffet的食物 把它拼成一個餐盒 所以它食物的品質也就是Buffet的品質 所以如果你在內用那種吃Buffet 你吃很多的時候可能會很划算 對然後東西也沒有到難吃 但是也沒有到好吃 然後這個湯就是比起便當在水準上面 但是畢竟湯只是配角 所以你也不會包含加到太多分 對所以這個我們給的分數為7分 我們剛剛覺得醃蘿蔔這種成本最低的 可是我覺得它是最好吃的 對它是最令人驚豔的 它的雜豆腐我覺得不行 下一個是 搬車的天好運 沒錯就是天好運 那因為我的環保袋不大我 所以它有點搬車 它沒有長那麼噁啦 我們家有那個它完美的時候給大家看 其實一開始我們在猶豫要不要買 因為它看起來沒有讓我很心動 但是因為那個就是服務員美眉 它就出來跟我們想介紹 喔! 我為什麼 炸彈 OK 經過剛才的四個五以後 我們繼續等看 你知道噴的是什麼嗎 鼎王的湯 是鼎王 天好運它也是單點的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是可以去試那種 單點的做組合 那的確餅子會高一點 那單點的它裡面就有一個蛋糖 然後一個腸粉跟一個蘿蔔糕 還有一道菜 還不錯喔 如果你一個人不想要點那麼多 這時候反而綜合在一起 我就覺得不錯了 價格一百八也可以接受 我們來吃吃看 炒飯 聽說這是一個他們賣最好的喔 他們賣最好的飯飯 我是覺得家裡植物比較好吃 我們家超會炒飯的 它這個蘿蔔糕軟體了耶 就是太軟了 你加起來是整個鬆化掉的 很有蘿蔔味 可是內用的時候不會這樣軟體 我覺得是因為是便當的組合 它這樣悶著 像那時候我們在買的時候 那妹妹就一直看 看起來 看起來 但是沒有炒飯 所以我們就只有拿 放了一會兒的炒飯 但是我覺得很少人會剛好買到鋼豬爐的 對啊 這樣很新耶 我第一次吃到長粉包豆腐 我嚇到了 那我要準備吃最後一個蛋塔了 它蛋塔是裡面最好吃的 WOW 因為它那個蛋香味跟外面的皮酥 我覺得是很OK 雖然我最愛的還是肯德基蛋塔 可是這個蛋塔我覺得 它有單點的一盒一盒的外帶 你可以就點蛋塔就好 我覺得蛋塔是最好吃的 真的很抱歉 我覺得蛋塔可以當點心 其他我覺得沒有變要買便當 你不如在店內吃 反正你也是一個人一桌嘛 啊 鋼點都小小的 你也不用怕吃不完 那真的吃不完 就外帶就變便當了 而且我覺得內用的品質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這個真的是因為悶住了 我覺得它的濕氣 讓它的所有食物都變得很不OK 但是因為我媽媽有吃過天好運 她覺得內用是OK的喔 她是喜歡的 所以這個外帶便當我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給的分數是 5分 6分 好 就是妹妹無法平分 那我根本的5.5到6分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內用不會不好吃 就是炒飯冷掉會油油的 就是我們不是說 故意把它放冷再開來吃 是我們那時候 它已經是放一盒冷的東西了 不只是炒飯 它的其他的點心 都沒有內用的那個水準 我覺得有點可惜了 天好運 但是天好運的筷子 它有附給你一個環保可以 可以重複使用的筷子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這好像是那種 可以溶解的材質 什麼利耐什麼的 然後又真的可以重複使用 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覺得蘿蔔糕很好吃 太軟爛了不行 最後一個是 猜猜看這是什麼 答對了 點真仙 那點真仙之前其實就有外帶 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疫情 它這一次豐富度大幅提升 之外現在還買二送一 所以一盒等於 八十塊 超便宜八十 這一盒要八十 這裡有十個焦糖龜 兩個十六塊 跟內用兩個四十塊 差很多 差很多我覺得超棒 而且最重要是 那時候我們過去 它已經剩沒幾盒 我們就說 欸可以點嗎 它可以幫你現點現做欸 我覺得超棒的 超棒的 好那我們選了有 石仙以及雜物拼賣 跟我們的焦糖龜 那焦糖龜有最好吃 因為我覺得焦糖龜 我剛剛吃了一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嗎 就是 當然是跟你那種 餡點的那種點蒸鮮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 上面焦糖會比較沒有那麼脆 然後碳烤味道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很好吃 我根本說 炸的東西還是在點內吃比較好 它有點軟軟的 然後你就覺得粉狗太厚 不好吃 那我剛才吃了一下石仙物 我覺得它的 可以 能接受 我覺得它的生米麵是OK的 雖然好像 內用的 好像比較厚一點點 我覺得外帶的 比較薄一點點 可是 生鮮度是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你呢 它的飯有股很重的無心味 好臭 我覺得它的飯太厚啦 雖然也是覺得它的飯不OK 它飯沾到 不知道哪一隻魚的魚腥味好臭 那邊的魷魚很棒嗎 嗯 就是它的飯 那裡沾到哪一隻魚的魚腥味好臭 接下來我抓一個焦糖龜 我覺得外帶的飯 都給的太厚了 給太厚了 所以這樣就沒有一種均衡的感覺 會有種 飯吃太大口的感覺 而且真的很便宜 雖然牡蠣非常好貴 嗯 好吃喔 可以 但是這炸雞公司看外觀 分數就不會給很高了 喔 它的 醣洋雞啊 雖然 就是炸的東西 你帶回去一定會軟掉 但是它裡面醃的還蠻入味的 所以 它皮比較薄 不會像剛剛那個 雜蝦 因為它雜蝦粉薄比較厚 所以軟掉就真的蠻難吃的 那我覺得呢 它這裡就是除了飯太厚以外 上面的食材其實是OK的 雜物的話我剛才吃雜牡蠣 我覺得很OK 它雜牡蠣好吃 我覺得醣洋雞也蠻OK的 雖然冷掉了 所以我們會給的分數為 8分 我覺得它就是要讓你吃飽飽 因為這真的太便宜了 一個80塊 而且你這會很飽 因為飯真的超多的 但醣洋雞覺得很頹 如果你平常就愛吃的話 嗯 但時間我可能就不太推薦 因為的話你外帶到夾要一段時間 然後上面又是生的 鮮度下降很多 尤其是你可能會拿到醜醜的飯 對尤其是點真鮮一開始推出來 就是它不想用回轉的嘛 因為覺得太有時間限制 不如你一點直接出來會更新鮮 好那這就是所有的抗議餐點 那你自己最喜歡哪個 冰王的個人馬拉伯 嗯 279 299 而且因為平常真的要找朋友 不管是外帶內容都要找朋友 會比較愛猴 愛猴 比爾呢 最貴的最好 一個老闆出錢 350元的豬肋牌 380元 接近400塊 我覺得那個也很好 如果沒有價錢的考量 我也會選他 那我自己今天真的被感動到 是那個200塊的蔬食便當 喔對那個也經驗到我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吃過汗來 太貴了 嗯 但那個便當會讓我可能 願意再買 那種緊張時期結束後 可能會想要不要去他的餐廳吃吃看 如果說我真的自己還會再點的可能 也是鼻王 因為我覺得欸 量還蠻多的 這樣其實大家一起均分也是可以 一個人其實應該是夠飽足的 好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是這個抗議情節 你有沒有看到哪一家餐廳 也出了個人餐盒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喔 希望你們喜歡這影片 也喜歡請假設我喜歡的大家 也要記得訂閱客人 JJ的Youtube頻道 旁邊小鈴鐺 也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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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按下喜歡了嗎 接下來還有花絮喔 掰掰 好了安全距離 這是我房間